美光科技被提起专利诉讼 中企的反击来了 中国最大闪存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 在遭受美国长期打压之后 终于宣布采取反击措施 路透社报道说 长江存储在11月9日 在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 对美光及其子公司美光消费产品集团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根据诉讼文件显示 美光公司在应对来自长江存储的竞争的时候 借助了长江存储的专利技术 并以此保护和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然而长江存储指控美光公司 并没有依照公平原则支付其专利使用的相关费用 我想这一切都是美光自作自受 这些年来美光没少在中国干这个吃饭砸锅的事 最终美光科技也在网络安全审查中被禁用了相关产品 而为了可以重新进入咱中国的市场 美光发动了所有人脉 前不久你看美国高层频繁访华 其目的就是为了给美光说说情 给美国留个面子 美光再次进了中国 那么为了给美国一个面子 美光的产品又再次进入了中国市场 然而不到24小时 美国就再次对中国三家企业下手 其中就包括了今天的主角长江存储 一旦被美国注意到 那就必然会被制裁 华为就是这样过来的 不过这也说明长江存储 在近年来的发展确实不错 要不然美国也不会痛下黑手 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 在去年 美国就曾将这个长江存储 列入到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导致长江存储 无法获取更先进的设备 来自美国 日本和荷兰的 那限制了长江存储的扩张 美国的做法不仅限制了 长江存储的发展还使得美光等企业 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打压之后 长江存储终于不忍了 采取了强硬的反击措施 对美光提起了诉讼 值得意义的是 这一次长江存储不仅在技术上遥遥领先了 还反手一把火 直接烧到了美光的老家 不得不说 这绝对是一个高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不妨思考一下 一来 如果我们诉讼成功 那就意味着 美国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光的丑闻 那必然是对美国一个重大打击 甚至以后很多企业在和美光合作的时候 都会三思而后行 而且即使我们诉讼不成功 在很多人心里就会种下一颗怀疑的种子 届时就会给美光带来很大的舆论压力 所以不管输和赢 对我们来说都是有益处的 而且这种舆论战也是美国惯用的伎俩 只不过不同的是 我们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发动舆论战 我们是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的 众所周知 近年来美国一直不断的以各种理由 对我国芯片行业进行围追堵截 并不断的施加各种禁令 虽然确实对我国芯片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蹶不振了 反而在美国的打压下 我们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不久前 华为新手机的问世 就彻底打破了美国的幻想 中国完全使用了自主研发的芯片 随后 清华大学团队也再次开发出了 超高速光电计算芯片 一度引发算理芯片的大变革 而这些都意味着 美国的打击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因为美国的重压制裁下 使得因为它受损了50亿美元的订单 我觉得说来说去 这不就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